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若嘉国际实业的总经理 宁佳农总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宁总你好 你好 宁总想先请你分享一下 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力 会让你想要自己出来创业呢 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有底气的女人 是 因为我是从大陆嫁过来的 过来的时候比较没有工作 然后也很迷茫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创业跟努力 然后能有自己可以运用的钱 经济上是独立的 思想上是独立的 对 然后是做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依附别人的人这样 是 那这样子 你这样子嫁过来台湾等于算是 算从家庭主妇开始创业 对 我就是怀孕期间吧 那个生第一个小孩的之后 就进入了创业 那这样子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 其实是有的 就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因为觉得化妆品是可以卖的 然后结果进货了以后发现不是那样 就是别人能卖的你未必能卖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后来做的比较顺利了以后 那会发现说其实有些很多专业上的课诉问题 你是不能处理的 因为你不知道产品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它产品的内容细节的成分非常包括工艺不是很了解 所以后来就这是我后续为什么有去做自己工厂的原因 就是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给我发觉我对客人没有办法交代 就有一些工厂他不会跟你讲真实的放了哪些成分在里面 对所以一旦产生状况的时候你是被动的跟客人解释 很容易丧失对客人的信任 我从做生意刚开始我跟客人的互动都非常好 我希望我给客人东西永远都是真实的 对所以后来我就因为我先生退休以后 他原本是做相关产业的一些生产的 那我们就一起走就是把工厂做起来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能够管控产品里面到底放了哪些成分 是怎么做出来的 就即便是后面有发生状况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够收集这些有问题的数据去进行后续的改善 是所以你们本来只是想说 拿来卖卖看面膜拿来卖卖看然后开始自己有自己的工厂 对其实我最开始就是尝试性质的要去予来创业 就是我其实也不晓得也不知道什么SWAT这些后续后面才学的嘛 后面才学的是 对那前面也不会去做产业分析啊 然后就只是觉得说台湾的化妆品好像很受这个国际上包括大陆的这个喜欢 然后我就做代购那代购也很顺利是啊我就想说呢我做自己的品牌 对把它拿来卖但那后来发现不对你你你你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什么东西 它是化妆品它就拿来卖了还是要经过仔细的推敲产品有什么优势 它跟其他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啊然后你找到它的优势之后你还要有合理的价位 然后能够找到适当的通路所以我后续就是在这个地方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然后不断的去寻找我这个产品本身它的优势 然后包括后续再来我们进到一些正规的通路大型的通路比如像宝雅 它们对品质也是有一定要求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特别的专注在产品的品质 因为我们希望说除了给客人好卖的商品以外还要给客人好用的商品 是是那林总那你们伊洛家的经营理念跟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的经营理念其实就是在服务就是我希望我的客人在我们公司取得的产品 与服务都是高CP值的就是无论你是要自己拿跟我拿产品拿去卖来赚钱 还是说你要拿我的产品来用自己用它都会能够给你带来价值 就是一个是赚钱的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改变改善你你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产品我自己做的每一样产品我都自己亲身使用 对那我在试用的过程就是去体验说刺激度如何啊 然后会不会产生过敏啊因为我皮肤也比较容易过敏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配方有没有稳定啊会不会一段时间它就是味道变了啊等等 这些我都会我们都会去追踪然后把它再交给客人 那从服务这方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创业出身的 我其实很知道没有资金去创业的人的这种痛苦 所以想要做出一个自己的品牌没有那么容易 对但是如果不做自己的品牌其实往往会有点吃亏 就是你卖了这个你把这个产品做的很好 但是也许哪一天老板说我要把这个品牌收回来 那你或许就可能没有后面就没有更多机会 但如果品牌是你的你可以一直去push你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在鼓励我的客人我常常鼓励我自己的一部分客人 说让他们自己创业我帮他们辅导这个智创品牌的部分 哦是你来辅导他们创业 是我希望说我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 对就能够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 因为讲真的创业没有很容易 尤其在化妆品创业其实水蛮深的 你说我拿50万做一个品牌可不可以 可以那5万能不能做也能做 那你有多少个第一桶金可以拿来去试 你到底能不能成为这个创业成功的一员 对所以我是希望客人能够用最少的钱 最高的CP值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样是好那你走因为刚好你有带一些你们的产品来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一楼家跟其他的保养品化妆品 布洋特色在哪里呢 哦应该讲说在产品上我们希望的是在形态上 对在形态上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别人都卖面膜对卖面膜卖的比较多 我呢就是比较专注在局部膜 局部 比如说胸部 对对对 胸部然后腹部屁股然后腿手脚 我们其实都有做这些膜 就是不同部有不同的膜 对对包括法令纹 这个像这个是法令纹跟眼睛 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都关注在脸脸整个脸的时候 是这个市场会因为销价竞争啊导致其实给客人的产品没有那么的优质了 哦 因为大家都在有的人是在做销价的 对对对对 但当然也有的人专注品质 可是太贵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可能还会思考一下 嗯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单价比较低 就是铜板价嗯 但铜板价是因为主要原因是工厂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生产的 我们希望的是价格便宜 但是呢 价值是高的 对高CP值这样 对对对 没错 所以像这种这种像胸模啊 外面可能都要卖一两百块的 我们这个可能就是三五十块就有了 哦真的 所以是这个像这个都在保雅的这个销售 保雅都有 对那然后像这种胸模 呃它是磁石颗粒的那个布的材质 那它可以加加强这个那个精华液的这个吸收 嗯 然后这个菊布膜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五种总共十几种 我觉得反正反正不是上下你想的到的地方 哦不同部位到不同的地方 都有对 甚至我们有客人说哎你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开发 嗯 就不同的形状啊 我们都可以 就是你只要能画得出形状 嗯 嗯 我们就可以帮你生产的出来 哦是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像这个眼膜 嗯 这个是果冻状的眼膜 它的这个膜片放在热水里面可以百分之百融化掉 哦 就是它布 它不像一般的布织布 我们还有那块布 对对对对 留着嘛 那这个这个这个精华液化掉以后呢 呃有很多人是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放到热水里化掉之后拿来泡脚 就是我们敷完眼睛之后 拿来泡脚 拿来泡脚 对 然后是像这个这个是时空胶囊 嗯 这个时空胶囊就是 它是一颗圆圆的 然后里面就是有油 就活性的油 对 然后这些活性的油本身它就是对皮肤的清脂的这个效果就比较好 嗯 更容易吸收 对 然后 而且这个产品我卖了十几年 嗯 到目前为止没有客人反映说会有过敏的情况 而且大家用完之后就说皮肤好滑啊等等之类的这个状况 是 再来 呃 所以我们会根据一些市场上现在比较流行的成分 像这个就是加来A层 嗯 现在A层在社群里面讨论度非常非常高 嗯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 呃 收集来的数据 然后做研发 嗯 然后去把它添加到 它那个就是科学上它OK的那个有效量 嗯 然后因为A层是很多医生啊可以在推荐的 A酸是医生才能用 但A层是一般保养品能用的成分 是 所以它 它是很高级的一成分 光这个成分一公斤 光这个成分哦 一公斤就要十万块 啊 真的 像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 是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嗯 这个呢是 叫皮秒精华 嗯 它的特色就是你 如果前一天晚上擦了它之后呢 嗯 你的皮肤会变得很亮 嗯 然后毛细孔都会这样缩减 嗯 所以上妆会显得非常的平整 嗯 我们如果皮肤的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你去上底妆会显得就是斑薄斑斑薄薄就很干 嗯 那呃 客人在用完这一罐之后 这罐的回锅力很高 嗯 它这罐是我们本来都是出给这种美容SPA 他们会用 因为他们就是用起来的效果就是力干兼饮 嗯 肉眼可见 是 对 所以这个这个反应效果非常好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研发能力 我是家药化妆品管理相关学系毕业的 是 所以我们有研发的这个能力 然后这些成分呢 呃 都是用现在市场上比较大的这种品牌在用的成分 嗯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研发 透过我们跟一些家药老师的一些产学的合作 嗯 然后取得一些比较专利的配方 嗯 然后就把这些配方做成产品 然后还给消费者这样 是 对 那您总让你们一肉家未来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嗯 目前因为台湾化妆品法规的这些改革 嗯 就是希望 政府希望消费者在买到这个化妆品产品是非常高规格的 对 所以要求所有的业者在115年前能够转型升级到去符合GMP 那这个就是115年前我们公司要做的事情 那在通路方面呢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通路商会跟我们合作 像去前年去年我们签了保雅 然后今年我们会跟去城市做合作 那我也希望说有能够透过一些宣传 然后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通路能够上架我们的商品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产品的品质管控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符合GMP 然后这个也是要投入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一两年都在做准备的工作 然后希望在115年前能够把它符合 然后再来呢 长期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走出台湾 走向国际 对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也在马来西亚还有越南 就做一些社群上的行销 但是希望未来是真正的能够把产品就是直接输出到当地 然后在当地找一些所谓经销商啊代理商 让当地的其实有很多马来西亚客人 透过我们FB问我们说怎么购买我们的商品 对所以我们也是不断在解决这个能够本土化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有跟当地的一些电商公司 签约上架 所以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消费者想要买我们商品这个问题 对 是 好 最后想请您总理给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 所以只要走上创业这条路就是一条不归路 你要知道只要创了业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那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你才去创业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能够承受苦难的人 那你就不要去创业了 还是学好本事 在一家公司好好做 对 那再来呢 就是创业这个创业当下 因为通常创业者没有太多的资金 第一桶金 你要知道怎么去找钱 对 然后这个第一桶金砸下去之后 你后续你子弹也不能说一下子用完 你后续可能就没有子弹可以打了 那这个时候要做好你的自信上的规划 然后你的该学习还是要去学习 因为如果你不去学习 就会像我刚开始一样 你没有对你的产品或对你的服务 进行一个彻底的简合的话 你不会知道你会不会成功 然后你就做下去了 那就两个结果 幸运的是你就OK了 不幸运的你就 可是我知道不幸运的可能占97%以上 所以人家说创业能活下来的就是只有这一趴 那这一趴的人是为什么会活下来呢 就是也许是他很努力 也许他很幸运 就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你要有一些毅力 要能够坚持 懂得坚持 对 还要你要学会一个技能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抉择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不值得再坚持下去了 也不要一直坚持 你可能要想一想你的问题处在哪里 要自己有自己 要实时觉察 检讨 对 要有检讨的能力 对 检讨完之后再出发就会成功 是 对 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伊洛嘉国际实业的总经理 宁嘉隆宁总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总的分享 谢谢